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低调现身机场,衬衫不全塞裤子里,刘逸杰在外面还挺时髦 关于衬衫的搭配,其实我们可以参考明星的日常穿搭 毕竟作为走在时尚潮流前端的他们,能将这些单品穿出了花 其中,迪丽热巴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说起迪丽热巴,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她在靠克拉恋人走红后 又凭借漂亮的李慧珍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女演员 之后频繁出席各种活动,凭借经验的造型让我们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热巴不仅长得美,她对穿搭的理解,也是她造型让人感觉好看的重要构成部分 下面就以一组热巴走机场时的衬衫造型为案例,为大家解析一下关于衬衫的穿搭技巧 一,迪丽热巴条纹衬衫造型解析 一,条纹要选对合适的 条纹衬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主要分为竖条纹,横条纹和斜条纹 从视觉习惯上来说,条纹是由线条组成的,那么必然延续线条的延展作用 比如横条纹,我们在观察它时,视觉轨迹是左右导向的,所以横条纹就具有横向延伸的视觉效果 如果你是属于焦小型的,那么就挺适合 而竖条纹,它的视觉轨迹是上下导向的,可以在视觉上延伸整个人的纵向比例,达到非常好的显瘦,显高作用,可以让我们的身形线条看起来更加纤细 而鞋条纹一般不单独使用,会结合其他时尚元素一起出现在服装上 因其鞋线型的特点,能增加造型的律动性,看起来更轻盈 向热巴选择的就是一件竖条纹衬衫,蓝白配色让它看起来清新淡雅 而细窄的竖条纹则进一步加强了显瘦效果 搭配衬衫宽松的版型,让整个造型流露出几分慵懒休闲的气息 知识点,我们在挑选条纹衬衫的时候 需要注意衬衫条纹越多越密集,就越容易产生膨胀感,显瘦的效果就越差 所以,我们在挑选衬衫时,尽量选择细窄的,条纹件细宽的衬衫 这样的衬衫显瘦作用才是最好的 二,衬衫塞进裤子里,打造出色身材笔 在大众的固有审美里,穿搭需求主要偏向显高和显瘦 而高腰线这个概念,也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搭配中 比如我们在选择上下分离式着装时,往往会选用上衣内塞的技巧 它会让我们的视觉重心偏上,达到腰线之下全是腿的既视感,进而达到显高的作用 上衣内塞虽然看似方便,但如果你上衣的面料过于硬挺,那么视觉上就不那么雅观 比如像衬衫,全部塞进裤头的话,就不怎么服贴 那么就可以像热巴这样,通过将衬衫的衣摆塞一半的方法,来勾勒出高腰线 打造出色的身材比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时尚度 知识点,一般腰线都被设计到腰部最细的位置上,也就是肚脐眼的位置 所以高腰线就最起码要在肚脐以上的地方 低于肚脐的腰线,在显高的作用上就会被降低很多 三,适当陆肤,缓解造型单调 我们在夏天设计造型时,可以采取适当陆肤的方法来营造出些许清凉感,散发出女性魅力 而且还可以加深造型的层次感,达到缓解造型单调的作用 像热巴旧式选择将衬衫的扭扣解开几颗,露出部分肌肤不仅缓解造型单调,还让造型具有女人味 她下装九分裤的设计也是一曲同工之妙,将自己精致的脚踝露了出来,亮眼又吸睛,让造型更具看点 二,衬衫造型穿搭之识点 衬衫可以说是最为百搭的单品了,但是很多女性在穿搭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穿不出衬衫的味道 不是显得自己胸围太大,就是脖子太短又或是肩太窄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两个选择衬衫时需要注意的知识点 一,衣领 衬衫之所以被称为衬衫,灵魂就在她的衣领上面 女性的衬衫与男士衬衫不同,主要注意到是圆领还是肩领 圆领适合甜美风或文艺风造型,而肩领就是一般的常规款衬衫 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在挑选衬衫时,衣领方面的重点应该放在她的挺度上面 因为这是决定一件衬衫穿着是否显精神,衬衫是否具有质感的关键之一 这里所说挺度并不是指衣领是否立在脖子旁边,而是衣领形状是否稳定 无论是将扭扣扣到最上面一颗,还是扣到胸口,衣领都不变依旧有形 这几乎成为了自己脖子看起来是否修长和衬衫看起来是否高级的关键所在 二,扣子 扣子是衬衫上面最小的配饰了,但却是最能够体现衬衫档次的细节 就拿扣子的颜色来说,一般不要选择与衬衫色彩反差较大的,这样会显得突兀 造型没有整体感从而缺乏美观 其次,颜色反差太大的扣子会加倍凸显面料,需要面料与扣子相匹配,否则造型特别容易翻车 总结,热巴的这身造型是经过它精心设计的 搭配一顶渔夫帽和金属色眼镜以及口罩,显得造型十分的低调 但同时又不失精致度,很适合我们日常去借鉴着穿 隔组的颜色解采 隔组组组织的颜色 隔组织的颜色